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说一下12864屏 这个12864屏呢,它内部是带背光的 我们这个屏呢,在强光照射下 它的显示也是很清楚的 如果在光暗的时候,我们看它是有背光的 我们把这个背光的引脚给它拔下来以后 它就变黑了 很显然它的背光是能够点亮的 它的背光供电与我们的屏供电是相同的 12864屏与其他尺寸的屏基本上是相同的 都属于点阵屏 128就是它横向的像素个数 64就是它纵向的像素个数 由于我们单片机给它写入文字的时候 每次写入的是八个纵向的点数 所以它分为一共是八页 也就是8864个像素 横向呢,是随意的,可大可小 一般我们这个文字呢,属于16乘16的 也就是横向16个像素 数向16个像素 另外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12864屏是可以显示图片的 实际上文字的大小是可以用字母软件来制作的 图片呢,也可以用绘图工具自己来绘制 然后下载到单片机里就可以了 今天呢,咱们主要看一下它的个引脚功能 我们看它的外围元件还是很简单的 这有一个小的芯片,应该是一个电源芯片 还有几个电容和电阻 它的引脚标的也很清楚 这端是一脚,到这端是十二脚 并且在板上有引脚的标识 它的一脚是ROMIN 就是字库的输入引脚 二脚是ROMOUT 就是ROM输出引脚 是输出到单片机的 三脚是ROM CLOCK 就是ROM的时钟引脚 四脚是ROMCS 就是片选信号 当使用ROM的时候 单片机发出低电瓶 五脚是LEDA 就是背光引脚 这个背光的电压呢 要跟电源电压相同 一般低于电源电压 它也是能够点亮的 并且程序可以设置背光的亮度 六脚是VSS 就是接地引脚 七脚是VDD 就是供电引脚 这个12864平 有的是5V供电 有的是3.3V供电 八脚是SCK 就是时钟引脚 就是平的时钟引脚 九脚是SDA 就是平的数据引脚 十脚是RS 这个RS引脚 当它为高电位的时候 就为数据输入 当为低电位时 就为指令输入 十一脚是RST 这个引脚是复位引脚 当上电的时候 这个引脚为低电位 当复位完成的时候 为高电位 十二脚是CS引脚 同样是遍选引脚 当我们发现显示屏 不显示的时候 不要急于更换显示屏 或者是判断它坏了 首先我们要检查 它的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 我们再检查 它的各个数据线 是否与单面积相通 如果数据线与单面积是连通的 我们可以用试播器 测量相关的引脚 比如测量电源脚 它应该有合适的电压 测量数据脚 应该有合适的PWM信号 骗选信号 同样我们在测量的时候 它也是比较宽的 也就是宽窄不一的 PWM信号 有的是不带字库的 不带字库的12864屏 我们可以用字母软件 和绘图工具 自己来设置内部的文字 以及图片 如果有单片机基础的 这个程序厂家是自带的 我们可以根据厂家的程序 来写相关的程序 要注意不同厂家的显示屏 它的程序是不同的 所以呢 在我们购买显示屏的时候 要注意向厂家要程序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